您好,我们来自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我们的作品是公益彩券小帮手 老委会第三届职务再设计创意竞赛 本校特教系林吕轩与公教师儿陈建豪联手出击 发明公益彩券小帮手 从120支队伍中脱颖而出 获得优胜第三名 我们主要设计这个公益彩券小帮手的 主要是要解决身心障碍者 他们在工作当中的一个职场提升他的工作效率 那这一个用选呢 藉由公益彩券小帮手 伸张者能增加使用面积 方便收纳 不用局限在固定木板 可以自由移动钢板起收 而且这是一个保险钢板的一个设计 那在上面可以吸附磁解 避免风吹的时候 彩券飘落到地面 参加这个比赛呢 植物在设计不仅可以帮助身心障碍者 让他改善他的环境 可以让他工作更有效率以外 其实我们也从个案上学习到 许多改善机具的一种技能 凡事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希望师大学生一同发想创意点资 做出实际产品 延续这份助人的感动 感动要延续 产品要实际 校园记者谢依颖采访报道 好 中文字幕——YK